Jacky 這是肉絲你早上從賽事場買回來的嗎 可是這就是我們這個烘熬微波爐最厲害的地方 解凍完之後完全不會有伴手感 可以切 但是又不會到太小 對 它完全血色是超漂亮的耶 對 按下去還會流血 我需要幫他解釋 哈囉大家好 我是Jacky 哈囉大家好 我是于昀 欸于昀 我們還是要做一個 就是項應所推出的微波爐專用的碰刃小僵士 哦 對 想問一下你自己是會開火的人嗎 我本身就是會簡單料理 就是可能炒菜啊 炒肉 煎魚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一個非常懶的人 那所以上一陣子推出的烘烤微波爐 它是Everino的版本 我覺得就很適合我們這種懶人去使用 怎麼說 因為其實我們之前做過一個比較大台叫做STEP 那我們就直接體驗過烹飪的功能 是真的可以做菜的 可是微波爐通常不是加熱嗎 它有很多的功能 像是什麼空中微波 微波燒烤 還有一個酥脆微波 那是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東西 我不信 我們上次把蛋塔 冰果的薯條 冰果的放進去 厚出來超級脆 不信 我不信 你等一下讓我看 你看 讓我瞧瞧 我們就直接實測給你看 好 沒問題 Go 我只能說 這次製作單位還在用兩個書 沒有叫我們用微波爐直接煮白飯 還給我們像一個電子鍋 不然真的一定弄不完 欸 我上去日本菜 你帶一台回來 那怎麼可以帶 就是剛好行李空間不夠 真的 太在位置 而且我跟你講 在台灣買才是比較正確的 怎麼說 首先第一個 電壓不同 對 日本是一般 台灣是一般 所以你很容易會造成產品複雜 在台灣買 還有三年的保護膜 真的差很多 因為其實我們買三星產品 或者是電子產品 最害怕的就是遇到極網 雖然機率很低很低很低 但是保護確實蠻重要的 至少有 你就會有保障嘛 所以你就比較安心 對 就是壞掉的時候 至少找得到人 可以幫我們做維修 而且這邊 到底是中文 所以你直接按一下就好 超快 那我們就 生一朵月了啦 很可愛 好 那我們就來開始吧 沒有錯 我們現在三菜的一堂 第一個菜 就是鹽烤清浴了 所以是靠我們這台烘烤微波爐囉 沒有錯 它可以有烤箱的功能 這個真的是很厲害的 那今天就是你準備食材 我操作機器 你幫我負責放進去 幫我按它 幫我操作它 就OK了 初衷的東西就交給我來弄 沒問題 因為等一下 通常說啦 要抓住一個人的心 就是要先抓出來的胃 你要抓我的胃嗎 呃 先不要 鹽烤煎魚其實基本上 以前在做的時候很麻煩 如果沒有經驗的人 不知道到底要烤多久 要煎多久 對 尤其容易黏住 這個基本上很簡單 你把魚背好了 然後簡單畫個刀 就可以弄進去了嗎 就可以送進去了 真的假的 那它不會黏住或焦掉之類的嗎 也不會 這就是它最厲害的地方 它有紅外線偵測 它溫度的效果 所以它發現 欸 現在過熱啦 就會降低它的功率 然後現在不夠 就再把它增加 一鍵按了就OK了 對 好 那你幫我把東西拿出來 因為我們已經背好了 好 初乎想像快 好 那幫我放一個烘焙紙在上面 烘焙紙 那我們進去之前有需要先調味嗎 還是之後再煮 沒有 這個我們買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醃漬過了 出來之後再依照你自己的習慣 去調配 料理前就是 不管有沒有先調理都OK 我是覺得都OK 好 沒問題 那我們就把它放進去嗎 對 沒錯 欸 那這樣我們要設定多少啊 其實有一個東西 它很聰明 你把它下面打開 哇賽 小秘籍的概念嗎 對 它就會告訴你說 你現在做什麼料理 就映照它的指示去做就好 那我們今天做的是 鹽烤鯨魚 是14號 14 欸 它其實非常貼心耶 因為它上面其實 它都有特別標註 說它現在目前是用什麼模式 然後它還有就是說 欸 我的那個盤子要放在哪一層 因為我剛剛看 它會怕你放錯 如果說它要放上層 你放下層 它可能就沒有辦法達成它要的效果 喔 對 那我設定好的話 就直接按開始嗎 它的話是有 弱中牆可以做調的 我建議你用弱 它那個弱中牆就是讓那個皮的酥脆程度 然後我是覺得 你中可能會怕說會不會有點過痛 我們先從弱開始 所以就是我們到時候可以 自己再調整自己喜歡的 然後你自己使用過之後 你就可以發現 欸 我可能喜歡吃脆一點 我再去加強它的強固就好 好 然後你現在不理它就會開始 喔 這樣就開始料理了 對 那我們就可以在這個時間 去做下一道菜 你備料理了 好 那我們接下來 我們要來做另外一道料理是 馬鈴薯燉肉 喔 這個也是很考驗火紅的料理 但是你不用顧火 真的很準時 對 因為它通常那個馬鈴薯燉肉 它是需要非常長時間 然後讓它不斷的就是 消火去慢燉這樣 好吧 那我們就開始下一道 OK 沒問題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要做 馬鈴薯燉肉囉 沒有錯 所以第一個就是切牛肉 對 剛剛我們已經有把它退冰了 對 這看起來不像 這是剛解凍完 因為它的顏色超級鮮紅的 對 因為烘烤微波乳有一個很大的重點 它解凍的過程 絕對不會有伴手感 所以看起來超新鮮的 我覺得看起來很好吃 對 是不是像吃 對 那我就負責切備料 然後就幫我調味 好 我負責調味 剛剛有提到說 去年你們有派了另外一款 烘烤的微波乳 對 那今天這款只擦在名字不一樣 大小還有顏色嗎 對 上台呢 只要叫做Stan 它是26公升 然後它外觀是黑色的 那這台呢叫做Ever Reno 它就是白色 然後23公升 強烈就是千里之間 或是兩個人在使用 所以說容積會稍微小了一點點 但是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它是白色 對 因為現在大家很在意說 你的裝潢跟你的電池用品搭配 那白色配起來就很好看 對 因為現在其實裝潢不是白色 就是打底色 那加上在購買的時候 一定會希望跟自己的裝潢顏色是 相符相近的 主要如果兩個人的話 可能空間比較小 那如果有一台多功能的 一台取在三台 那你心目上的空間就會想像很多 而且我剛剛摸在這邊 它完全不燙耶 對 我覺得它就是很厲害的 超厲害的耶 主要是烤箱的部分 它外觀會非常非常燙 因為它就是用那種熱管去加熱 那像這個就完全不會 對 等於說在使用上 就是多了一個安全性的保障 這我覺得很重要 沒有錯 那我們現在肉切完了 就請你幫我調味 我再做其他的東西 沒問題 那就麻煩你了 今天大家的味就靠我了 對 所以你是重口味的人嗎 當然啊 就是我覺得要重甜重鹹 喜歡做料理的人都想要綁住立曼味 對 還有朋友嗎 家人嗎 這是很重要的啊 因為我覺得好吃的東西 就會多一個話題 好不好吃就看等等 就看你的調味嗎 好 就把它剝皮 希望可以成功 好 那下一個就是 把馬鈴薯發進去 好 我覺得大概是兩人份的 兩 對 兩人份 二到三人份 對 我覺得差不多 嗯 然後還有洋蔥 冬蔥 冬蔥把它丟進去 然後最後就把水注入 顏色看起來很好看 好 去幫我拉拉它 很好吃的感覺 其實你其實還聞到 另外一個味道了現在 有 我有聞到我們剛剛做的 青魚的味道 沒錯 我相信鹽烤青魚 應該已經好了 所以我們要把它先拿出來之後 才能再把這個東西放進去 欸 其實差不多 因為你不覺得我們備料時間 大概就是它烘烤的時間嗎 扣除掉我們拉扇的過程 應該是差不多 對 好 OK 那再幫我把那個 保鮮膜封起來 然後封的時候就不要太緊 讓它有點鬆鬆的感覺 好 沒問題 就輕輕蓋上就可以了 對 輕輕蓋上就好了 好 好 然後在做的過程呢 我們要先把上一道料理拿出來 沒問題 我已經非常期待 哇 很漂亮耶 真的耶 它顏色色澤 非常精華 而且它油脂其實是它自己本身的油脂 我們沒有額外加油 所以我覺得這樣做起來 還會有一點健康的成分在裡面 對 沒錯 然後再幫我把這個一樣再放回去 放回去 對 它跟剛剛的放脂方式就不太一樣了 這不一樣 它功能是不一樣的 空中的概念 對 好 那把它一樣關上 那馬鈴薯燉肉的話 這次是22 所以我一樣就把它調到 22 22 它這邊一樣 它就是有寫說就是 是空中微波 對 然後就放在我們的中間 它就像是這樣子 一直不在那邊循環 一直就上上上上這樣 對 因為很多微波爐 它下面是被改出 正常來說受熱就不會這麼 對 就必須要攪拌 你就必須要打開 然後再拌一下拌一下 空中微波就很方便 對 很像魅力的把它加持 它就一直循環循環的加熱 哦 這其實蠻方便的耶 我們就可以在這個時間 再去準備下一道料理 好 沒問題 哇 好香喔 真的 還是先吃 不要理他 真的耶 我也想先吃了 那我們現在就三菜一湯 最後一個菜 該不會是蔬菜吧 沒有錯 就是今天我們都還沒有做到青菜 很多人很在意的東西 就是我們要燙青菜 真的耶 我每次煮菜都是用燙的 為什麼 討厭那種油油味很重 因為你炒菜油油味很重 雖然很香 但是我覺得就是太不方便了 很多人在燙青菜會覺得它是健康 但是其實在燙的過程 那水煮的過程 很多裡面的營養素 就會被流失掉 真的假的 對 那這次這個烘烤回坡爐呢 它有一個很厲害的東西 它汆燙青菜 可以讓這個營養 保留在食材裡面 就鎖在裡面 就不會流失掉 對 這個是真的很厲害 然後現在我就要開始切 然後 切完就可以擺在裡面了 所以你要先幫我把裡面的東西 拿出來 馬鈴薯燉肉就拿出來 哇 看起來很讚耶 真的耶 它的顏色非常繽紛 然後看起來很嫩 好香喔 欸真的很香耶 真的很香 但是好燙喔 欸 Jackie 看你備料非常俐落 平常是我在煮飯嗎 對 平常在家裡都煮 可是我沒有這麼高科技的東西 所以不管做什麼事情都是要開乎 喔 就是火 然後跟鍋子這樣子炒 對 所以就連是燙青菜 都會很熱 對 就是它重心有膩感又很重 對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真的很方便的 嗯 主要是我覺得省時啦 可以同時備料又同時做料理 沒錯 而且這樣子就好了喔 就可以放進去 然後就直接開始煮了 欸 不用放到這個鍋子嗎 不用不用 這是最厲害的地方 就是它可以這樣子直接弄好 你只要蓋個保鮮膜進去就好了 那為什麼要用保鮮膜啊 因為它沒有放水 可是它用保鮮膜讓它很冷靜的蒸氣 去讓它不斷的加熱 喔 原來 欸 好酷喔 第一次看到耶 所以把它蓋上保鮮膜 對 稍微把它黏上 不用黏太緊 不用黏太緊 好 這樣就可以了嗎 對 這樣就好了 然後就把我們放進去 然後一樣它有一個穿燙青菜的模式 超級簡單 而且超方便的耶 就這樣放進去 對 就放進去就好了 就這樣 這麼簡單 是 好的 那我就蓋上囉 那我就把它轉到7 對 然後 幫我再調到牆 先按 OK 我先按下去之後 喔 這邊有落中牆 那這次就是用牆的方式 那你怎麼知道要轉牆中落哪一個 因為其實它剛剛有投入給我一個10 你只要買這個微波爐 它就會附送那個10 上面就有分菜種 跟重量 那以小松菜來說 我們剛剛用小松菜嘛 它就要用到7 然後重量的話 就是用到牆 欸 那這蠻棒的耶 因為其實用不同的料理方式 你會不知道該怎麼控制 那因為火的部分 反正就隨便炒一炒嘛 就是炒一炒一炒 那這個的話 它教你怎麼做操作 等於就是直接放進去 然後依照它的食譜 然後就可以直接料理 就算你真的是一個小白新手 也可以看食譜去完全做出一個 這麼美味的菜 而且其實現在蠻多人喜歡 買料理書自己DIY 這個就送你一本 對 欸 蠻好的耶 就是你不用在自己摸索 因為其實買這種家店 最害怕的就是自己摸索 然後摸不出一個所以來 中小成熟 Jeky 我們煮了多久啊 啊 對齁 對 我們一個小時 要把它完成三菜一湯 它四分鐘了 所以要加速了 好 那我們趕快介紹幹嘛 GoGo 煮湯 好 那我們現在做最後一個湯的部分了 你之前有用微波爐煮過液體嗎 我們就是加熱 對啊 那不會噴得到處都濕 有 就是很麻煩啊 而且最怕的是你忘記它 然後它就變發臭 超可怕 我跟你講 我肯定忘記 現在很多人洗碗 你也不會吃完飯就當下吸起來吧 對不對 對 就放在那個洗手台 然後泡個水 可能你有空才會一併處理 那微波爐絕對是會被忘掉的 所以像這個烘烤微波爐 它就有一個全新的功能 叫做自動脫臭 嗯 對 就當你發現之後 你把東西清出來 用中性的清潔劑插過一次 再去按它的自動脫臭功能 它就可以直接幫你把裡面的水分 都直接弄掉 那其實蠻省勢的 因為其實像現在很多的家店 它都是有出臭功能 對 因為有些味道它會存在裡面 那我們自己本身就不愛 那你有不知道怎麼處理的時候 其實它有附加這個功能是真的很棒 就讓你覺得用起來是安心的 對 沒錯 好了 那我把它都加好囉 那我該 準備一個東西就是這個 把它放到這上面去 那你要先幫我把裡面的菜拿出來 這道料理真的超方便耶 我拿出來把寶芝莫撕掉 就好了 然後淋個醬 對 對 調個味就好了 可以耶其實 它顏色也蠻漂亮的 好 那就先請你把這個幫我放進去 好 沒問題 過來 那今天我們的話 要怎麼設定它的那個參數呢 來來來 讓我告訴你 我們現在在自動 所以你要調成 空中微波的模式 要把它調到空中微波 對 然後600瓦 600瓦 那確定的話我就按一下 然後最後13分鐘 所以今天是料理廚上面 都有跟我們說要設定多少參數嗎 對 沒有錯 好 那我就直接按下去 那就開始做微波加熱 好 哇賽 我們終於完成了 三菜一湯一鍋飯 一整鍋的飯沒有錯 對 那我們今天總共花了多有時間 58分32秒 哇 那我們今天總共就是在一個小時內 完成了這些料理 好 那我們就先來吃看看 這個飯 白飯我覺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沒錯 欸 那平常你自己在家裡煮飯 你都花多有時間 一定是這個時間在乘餘而已 因為你光備料還要煮 我們不能一次做那麼多事情 就是沒辦法一個人分飾兩腳啦 好 那我們去看看 挑一個電子鍋真的煮出來的飯很好脆 就是好吃 難怪家人都一直說一定要買它 而且你知道它為什麼這麼好吃嗎 為什麼 因為它主要它的構造就是很厲害 它可以讓它的壓力變得更高 而且它還有一個全新的構造 比如說一體式整氣口的構造 那個東西很厲害 它可以讓你的米漿保留在裡面 然後把水分排掉 然後甜味不會被排掉 那它的那個煙呢 煙量它會像以前那種很大嘛 以前的煙是醬 它是醬 因為這樣會讓我們的裝潢上面可能就會有錯 所以它應該可以確保它那個牆壁不會受到侵蝕 這樣子 那蠻不錯的耶 這是真的蠻厲害的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來吃 你最期待買的一道菜 蔬菜 因為每天一定要攝取一定的蔬菜量 好 所以我們就先來吃蔬菜 給你聽腸 好 OK嗎 嗯 它的脆度還在 有聽到聲音嗎 應該可以 認真 認真可以 我覺得OK 它的脆度還在 然後又有熟 好 我個人最在意是烤青魚 為什麼 因為 微波爐烤東西出來你覺得很神奇 對 而且我覺得很屌 是看它的顏色 它的色澤 你覺得那樣很屌嗎 真的很屌 欸 你剛剛戳下去 對 咳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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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音耶 太扯了吧 其實我最驚豔的是這一道菜 真的嗎 因為你看它的顏色 它的顏色跟它的那個脆度 大家最害怕的其實是煎魚 大家會害怕黏鍋 然後又很難刷 其實我覺得煎魚是難度非常高的 所以我通常都不太煎魚 對於是等於說我覺得我很厲害 可以弄出一根 跟聚酒物一樣的東西 然後重點是 因為我不知道大家剛剛有沒有注意到 它一出來的時候 它有那個魚油 那個油脂感 它沒有加任何油 可是我覺得它的整體的口感很棒耶 它有保留我覺得魚的鹹味啊 真的還蠻棒的 欸這個我好喜歡喔 因為我皮它 都是一點 很小吃 但我覺得這很棒 那我們就來 加一拌飯吃嘛 對 馬鈴薯燉肉 然後就先夾塊肉跟馬鈴薯 因為馬鈴薯最害怕就是 就是 怕它不夠熟 不夠爛 你咬下去如果會脆脆 那就不可以了 欸 是軟的 是綿密的 對 你壓下去會碎掉那種 因為它沒有到煮過頭 有些馬鈴薯燉肉煮過頭 它那個湯 就會澱粉四處 就會溜溜溜 這個就是清澈 我覺得這個就是清澈 那你就不用拉 因為如果說你用那個 明火煮的話 它有可能需要拉一拉 那拉一拉其實就沒有那麼漂亮 而且你看它的湯汁其實是透徹的 就是不是那種很濁很濁的那種 這個就是你家大廚 欸就買這台就好啦 對 真的欸 好最後喝湯了 真的假的肉還沒有吃完啊 那我喝 不要那麼急好不好 那我們現在就要試最後一個湯的部分 好 沒問題 先把你盛出來 你看多貼心 好的 沒問題我現在吃飯 我覺得這湯飯好吃喔 認真愛吃飯 問題是有醬派還是沒醬派 沒醬派 那我們一拍即合 看東西啦 太晚了太晚了 自己 好我們來喝湯 不是得說這湯好喝 嗯我也真的覺得蠻好喝的 那你現在這次用我們這個體驗出 做山菜一趟料理 會對我們這個像一個 紅烤微波爐的Everino 有什麼感想嗎 我自己覺得說 他整體的那個顏色搭配 就是如果說很在意裝潢的人 蠻推薦的 然後再來說就是 欸如果你剛剛不跟我說 他是用微波爐做出來的 你也不會覺得奇怪 我會覺得對 可是像這一次用了這台微波爐 我可以有肉有魚有菜 所以我其實蠻推薦給就是那種外宿主 對或是小家庭 因為其實我遇過很多人 在煮房 他是不能開火 這個就可以完美完成這個任務 那我想問你 對我們這台烘烤微波爐 最有感受 或是說最喜歡哪個功能 我都喜歡 都喜歡 對啊因為你一台可以解決很多事情 我幹嘛要折移 對不對 好的那我們今天 算大功告成欸 對我覺得是成功的 就是一個小時完成三菜一湯 一鍋飯 對沒有錯當然還有電子鍋棒 好那想問一下螢幕前的各位 你們最喜歡哪個功能呢 歡迎留言跟我們分享 然後最後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跟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就下次再見啦 掰掰